哎,闺女啊,你看你们两个也都那么大了,这家里啊,也就这个样子,妈也老了,咱家一年儿子,你们两个商量商量,以后啊,睡入住到家,妈,不用商量,人家呀,排队也轮不到我呀,应该,大姐,弄入住的,妈,行,既然小妹这样说了, 妈,你做主吧,你说,咋办就咋办,那行,翠花,你看你大姐都那么说了,以后啊,这个家都是你姐的了,你就别再给你姐争了,听到没有,妈,我绝对不会给大姐争,咱们这家呀,这家图四壁呀,都给姐,我以后呀,嫁个好人家,到时候,嫁个富贵人家,好好孝顺你妈,抱大姐, 那行,那就这么说吧,下雪了,我就找点拆货,上我做饭去,去吧,行啊,妈,我帮你呀,我也回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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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啊,妈,哎呀,这下子大姐,你俩干嘛呀,妈,我都听说了,咱家呀,拆迁了,对不对啊,闺女啊,是拆迁了,咋啦,妈, 妈,我跟您说吧,您女婿,小陈,她呀,公司,破产了,现在呀,一屁股债,穷得叮当响,我那婆婆,还找我的事,说是我,把她家磕成这样的,怎么,会破产呢,这,做着生意好好的,闺女啊,妈, 妈,我呀,现在在婆家呀,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妈,咱家,这要拆迁了,到时候,房子给我吧,我要,妈, 崔花,不是妈说你,两年前到今天,也飘着大雪,我,为你和姐,谁入住家里,这房子给水,你一口都拒绝了,说不要,现在你姐在家,照顾着妈,你,拆迁了,又来,要钱了,一钱你干嘛去了, 妈,那两年前,谁知道拆迁呀,妈,您小,您呢,我小时候,您可是最疼我的,我要啥,您能给我买啥,妈,可以反悔的呀,不是您一句话吗,您放心,拆迁啊,这个房子给我,以后您的后半生,我包了,保证刺的,比姐好, 崔花,您说的挺好,现在你姐在家,什么活也不让我干,爸妈照顾的好好的,一听拆迁了,把你姐赶出去了,那妈,别人怎么说我呀,妈,别人,那你让我怎么办呀,我,我老公跟婆婆都说了, 这房子呀,要是不给她们,不给我,她们就把我修了,妈,行了,行了,别再哭了,我,我,给,给你姐去商量商量,好不好,行,看你姐这么说,行,那我回家了,那你回家吧, 哎呀,我这个闺女啊,自从小,都是我把她惯成这个样子,哎呀,我找她大闺女商量商量吧,还是 去你妈家了,怎么样 就我妈呀,她呀,就吃软的,我只要求她呀,她肯定能给我呀 我跟你说,就听我的准备错啊,你说你压拆迁了,你姐那么多钱干嘛呀,不能直接给咱们了是不是,我这工资啊,还好没倒闭,倒闭了你的话可怎么办呀 哎呀,想想都开心,你说说,咱俩咋那么聪明呀,你说说,她们怎么那么傻 行了,这是,咱这是不是叫做什么,狼狈为奸 狼狈为奸是好词吗,我告诉你啊,你姐那边不知道怎么样呢,你姐,她会怎么说啊 百分之百,拿下猜拳房 那行 你妈过来啊,看怎么说吧 哎呀,这天,说下就下 哎呀,想出去玩,都去不上 哎呀,妈 闺女 这下这大雪,你怎么来了 闺女啊,妈来啊,是跟你商量个事 哎呀,闺女啊,你看这翠花 说小池做生意赔了 没有钱 听说家里的房子拆迁了 行,商量商量 说借给他们用点 你看行不行啊 妈,哎呀,我咋说嘞 妈那时候你可是知道的,说的小妹什么人都不要 这到现在怎么想起来又分这个拆迁款呢 现在不是小池开个公司吗 破产了 哭得死去火来的 孙思少尿,在妈呢 这她哭得妈实在承受不了了 就来跟你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妈,真的假的,你打听听说了没有啊 哎呀,看小妹那样 也行 哎呀,妈就知道你会答应 英雄沙,你这个大姐当倒是真好 哎呀,闺女啊 妈,谢谢你了 你看你妹妹都是妈管坏的 行,妈 她要用,这三年都用吧 反正,咱也用不着,叫她先用着 那行 我去上你妹妹家,给她说一声 行吧 行,那你给她说一把 省得她着急 那行,那我走啦,闺女 嗯,行 哎,你慢点,妈 哎,都是妈怪的,那个小妹 说一不给二 哎,管她的 反正姐妹清新 也只能这样向姑姑她的急了 哎 你妈给你姐商量没有,怎么还不来啊 哎 应该,她说今天来的,应该快来了吧 也不知道这出了主意行不行,啊 假装破产了,现在你妈现在也不来 我妈心可软了,她肯定会心疼我的 我还说你,给我婆婆天天打我呢 不要我呢,哎 子用,你跟你妈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这支债的都是主要家义来的 能卖的惨?我全卖了 我说那咱都啊,鼻 眼都干净 行啊,我们去看看这 清华 你行啊你 你说小智工资不攒了 我今晚都能找你大姐 你大姐见到 一庭 你妈说帮你可以 钱给你 没想到 给小智里面两个 吓得全套啊 小花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现在 妈你进来说话呀 这话 你真太想不讲话了 这一次 妈总想怎么教育你呢 要做个诚实的人 你要是有难 我和你大姐都会帮你的 你们这过得好好的 为了钱 你们都真是骗妈妈 你小妈实在对你太失望了 妈你这说啥呢 你看我们家穷的都住这种破院的 你还这样说我们呀 妈妈都听到了 妈您跟你说吧 我心里就是不服气 你说说 当初你说谁入坠 那时候咱家多穷啊 谁愿意入坠啊 现在房子担心了 全部给结 我心里就是不平衡 就应该肥我一点 崔花 你这给小智结婚你走了 妈有病 什么都连这么大岁数了 都是你姐床间床后的 照顾妈 你姐什么也不说 爸妈照顾得好好的 现在 为了钱 你不会 连妈也不要 连姐也不要吧 妈 对 姐 都住的比我多 到现在 都快四十了 都没出家 当想入坠 也没有男人愿意入坠 可能 这拆解房给他 就有男人要他了 妈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才出了这个主意 你看现在也都听到了 这个拆解房 我们俩也不要了 行 看你们就这么说了 算你们还有点良心 春花 你看你妈都这样说了 你看咱俩做这个事 确实不对 这样吧 咱 咱带着你妈去 你姐家跟她道歉 说对不起 行不行 行